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你的頭圓不圓?我的頭還蠻圓的 那如果今天是我是今天的小孩的話 可能父母就會很以我為傲,因為我的頭是圓的 What the hell? Alright,所以這裡有標題 Roundheads are all the rage in China So some Chinese parents are putting their babies in pricey headgear to make their skulls rounder 什麼鬼啊? 這個新聞我記得是Dawn給我的 所以感謝你的Dawn 所以圓頭啊,Roundheads are all the rage 所以這個all the rage或者講的all the craze craze又crazy的形容詞的名詞 craze 那rage其實有的是怒氣或之類的叫rage 可是總之all the rage跟all the craze就是 目前正在火紅的事物 所以Roundheads are all the rage in China 在中國火紅這樣子,大家都想要源頭 所以有些中國的父母 So some Chinese parents are putting their babies in pricey headgear 把他們的 baby的頭啊 發生很貴的一些頭部的這些gear gear這個字也有設備的意思 所以頭部的一些特殊設備 不過gear也有齒輪啦 或者開汽車的打檔的排檔都有 gear都有這些意思 所以我把這個gear稍微寫一下 所以gear有設備,有檔,有齒輪這些的 所以headgear就是頭上的一個設備 來讓他們的score score這個詞就是他的頭骨啊 變得比較圓 What the heck OK 來我們就往下看一下 喔你看就是這個了 就是小朋友 你看得出這個小朋友吧 看著一隻貓 可是他頭上帶了一個 喔這什麼東西啊你看看 彷彿像是一個柚子皮啊 是怎樣 又中秋節了是吧 吃柚子 欸中秋節吃柚子嗎 我是不是講錯了 好不管了 來 所以這邊看了 下面的內容我們直接看好了 好 這邊 so China's latest craze 所以要看來也是craze 這裡的craze就是最新的craze 也就是最新的火紅的事物 他說了 所以最新的craze 就involved了父母呢 幹嘛 shelling out 所以這個shoutout 是一個很特殊的片語 shout其實有幾個意思 你知道像是龜殼也是一個shout 那像我剛剛找了一下 有一種魚叫做shoutfish 可是它事實上不是魚 如果你看shoutfish的話 它是大概這樣子的東西 就蛤蟆 啦啊或之類的啦 好像這個叫蛋菜 或者香港人家親口 這些叫做shoutfish 看起來其實不是fish 可是名字上就是 ok 所以shout就是殼 那什麼叫shoutout啊 這裡跟殼並沒有關係 這邊在講的概念叫做 就是一個不情願的掏荷包 所以父母很不情願的掏錢出來 買這樣子的headgear 給他們的babies帶這樣 involves parents shouting out for helmets 給他們一些這個 helmet就是頭盔 那他們可以 that they believe 相信can help mold their baby 這個mold就是模子 所以它可以成為一個 用像一個模子般 把他們竖摸 竖他的這個baby的頭 so mold their baby's head into ideal理想的 rounded圓形的shape形狀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下去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詞叫corrective 好可以 corrective這邊 先看到這邊好了 所以這些helmet 會resemble bowling balls resemble這個詞又長得像 長得像保齡球一樣 那它理論上來說 大家認為它可以catered to babies whose heads are flatter in the back 所以cater這個字就是量身打造 或者應該講說就是 符合你的需求啦 tailor大概比較像量身打造 這邊有一個cater這個詞 ok 所以cater這個詞 事實上 我們很常看到像有一個這個叫cater 它就是那一種外匯 會不是錢喔 這個外匯是中迫塞的那個外匯 替你組外匯 caterer就是外匯師這樣子 所以cater to就是可以替你來 專門替你服務這樣 Alright 我想要講corrective這個詞 一直沒看到 怎麼了 corrective yes Alright 所以剛剛看到這個mode 就是這個mode嘛對不對 前面加一個corrective 那correct是正確 所以corrective就是可以去把它矯正到正確 所以校正之類的你可以就用corrective correction這個詞來說 所以像我們戴的眼鏡 事實上就是調教你的視力用的 所以你也可以叫它corrective lens corrective lenses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詞 correctional facility 所以這裡不是corrective facility 是correctional facility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導正行為用的 所以監獄除了知道prison之外 你也可以叫它correctional facility 多學一個字 Alright 好所以剛剛這個cater to 我們也看到了 所以cater to 各種不同的baby的需求 那這種baby呢 特別就是後腦特別扁的 所以它可以cater to你的這個需求 讓河邊遠一點 它就懂了啦這樣子 然後它就綁在baby的頭上 strap這個詞 就是把它綁起來 像在國外有一個法律規定 你的baby一定要那個car seat 有一個特別的座椅 然後還要把它綁在上面 讓它不能動 所以為了baby安全 要是沒有綁的話 要罰錢的也知道嗎 台灣是不是還有這樣 有沒有這樣的法律 好像我們有聽說過 說真的 有或許比較好 可是對很多家長來說 那就是一筆錢 對不對 好所以strap這個詞 就把它綁上去 Alright 然後呢還有這個詞 一定要認識一下 所以就能夠幫助shape 他們的軟軟的 還在發展中的skull 就剛剛講的頭骨 into a more aesthetically pleasing rounded shape 所以把它mold成一個 比較aesthetically pleasing 所以aesthetic這個詞就是美觀 就美觀上來說更討人喜悅的 更pleasing一點點 所以aesthetic這個詞 你要把它記起來 我自己以前不認識這個字 我以前幫人家翻譯接案子的時候 那時候接的是一個美術學生寫的一個 碩士論文 所以我的那個翻譯社就跟我說 來這給你翻 然後翻翻翻 他用了很多美學的詞彙 我那時候不認識aesthetic這個詞 真丟臉 我就只要把它的美學的美這個名詞 不斷的翻成beauty跟這個 之類的字 然後就很丟臉真的 而且那個時候 還沒有google欸 說實在那時候好像只有yahoo 那找這點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也不是很在 好扯了半天 總之就是 我把這個工作翻完之後交上去 我就被那個編輯啊 打槍了一下下 他就說 欸Paul啊 美學這個字喔 你以後用aesthetic這個字 在用beauty這個字 喔那時候真的是 羞愧到 恨不得找一個地方鑽下去 但過了就過了 所以從那時候就學到 aesthetic這個字 就是美的 比較漂亮的 fancy一點的這個詞 我們也把它學起來 所以把剛剛這句讀給你聽 所以總之啊 這個套子要把它 綁在baby的頭 for extended hours 就是可能要綁長一點的時間 with the belief that this can help shape their soft still developing skulls into a more aesthetically pleasing rounded shape per the country's beauty standards 這是根據 per什麼就根據什麼 所以根據這個國家的 美的標準 beauty standards 所以硬要搞這一套來 可憐的小朋友啦真的是 好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來小小的複習一下下 Alright so 所以這個講的是 all the craze all the rage 大家都想要這個東西 想要源頭 the latest craze 就是買錢 不是買錢 花錢 花錢買這一個 那他們不情願的掏腰包 so they are shouting out for這樣一個special headgear gear這個詞 剛剛說過 就是一些設備啊這些的 那skull是他們的頭骨蓋 他們要mold他的頭骨蓋 mold這個詞就是塑形 也有模子的意思 那這是一個corrective mold 所以它是一個矯正型的一個塑形 mold 一個模子 那corrective也可以用在眼鏡上 corrective lenses correctional facility 則是監獄的另外一個詞 caterer外匯師 cater2 為了你來替你專門的服務 cater2 如果是量身打造的話是taylor這個字 taylor本身就是裁縫師 so I can tailor to your needs 這樣子 好strap 綁上去 是用綁的綁上去的 那為了來增加它美觀上 aesthetics ok aesthetic appeal 所以這個形狀是 aesthetically pleasing 好 那講到這裡大概差不多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